在返回羅馬的行情中 教宗和一眾記者談及多個議題 首個是討論到今次出訪本身 以及非洲的全球形勢 一個以無優子的戰爭 和剝削他人財富為目標的大陸 有記者提到教宗方仔國在2019年那次不尋常的姿態 在與這個國家交戰領導人會面的時候 教宗親吻了他們的腳 要求他們達成一項結束戰爭的協議 記者問教宗方仔國 是否願意對波克蘭和俄羅斯總統做同樣的事 教宗方仔國對南蘇丹婦女在當地的角色印象非常深刻 尤其是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要在一個戰亂中的國家 獨自撫養幾個孩子 亦被收到婦女和全教士的勇氣所感動 其中一些人在南蘇丹喪生 出於這個原因 教宗批評西方社會 有時候將女性角色簡化為化妝品廣告 記者還問教宗 在榮休教宗本督十六世去世之後 他是不是注意到教會的某些部分更加緊張 和令他更難管理 教宗方仔國還談到 他之後的出訪意向 在九月訪問法國馬賽和地中海主教會面之後 教宗表達了他前往蒙古的想法 創意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